江南出车祸后 双眼失明 记忆有损 我把他带回家 黑暗里 他浮在我身上 软弱无骨的手指 在我胸前画圈 主人 别离开我 他还喜欢用小虎牙 轻咬我的喉结 说要永远记住我的样子和气味 后来 他恢复了 竟是失踪的海市大小姐 直到我画画的右手 因意外受伤 留下一纸死亡证明 就匆匆离开海市 三年过去 听闻江南出昏讯 我才敢重新回来 他却穿着婚纱 让保镖把我架到婚礼现场 主人不乖 那就关起来好了 代理人带我去见画展的投资人 我却犹豫着不敢上前 因为海市大小姐江南出 就站在人群中 端着一杯香槟 任人恭维 江总 听说您这次投资画展 是因为未婚夫 想必这幅画的背影 就是他了 江南出扎了一口香槟 对方见状效益更甚 当年您意外受伤 一定是他照顾左右 如今二位 马上就要修成正果 真是天作之合呀 江南出淡漠的摇摇头 不是 那 对方还想说些什么 江南出摇晃酒杯不满的打断 他就在这里 我惊得忙往代理人身后侧了侧 他猛地笑出了声 伸手指了指窗外 在天上看着我们 我长须一口气 是啊 我已经死了 有什么好担心的 三年前 我为了从江南出身边逃离 亲手伪造了自己的死亡证明书 他连墓碑都给我立好了 如今就算他站在我面前 想必也认不出我来 代理人突然在我耳边小声嘀咕 那男人也是没福气 要是能活到现在 那还不是要啥要啥 我低头 不可能 代理人突然凑近 挑眉道 小鸡你啊 还是太年轻 女人最脆弱的时候 就是她最动情的时候 男人只要稍微给一点甜言蜜语 就立马上头了 我心虚地抿了抿唇 是这样吗 那当时的江南出 难道只是因为 我细致入微的照顾 才把我当作她得不到的白月光 那时候 她因为车祸全身上下 都是深浅不一的伤痕 不但需要日日上药 心肉生长的麻痒 同样让她难受得直哼哼 小心 我痒 在此之前 我连女朋友都没谈过 只敢红着一张脸 隔着衣服帮她揉弄 她似乎觉得不够 抓着我的手 就往胸口放 江南出气喘吁吁地喊着痒 小脸都憋得通红 我着急地不知怎么办才好 只以为是她喘不上气 最后 她竟是赌气般跨坐在我身上 冰冷的唇 胡乱地吻在我身上每个角落 想到这里 我气息也逐渐重了起来 下一秒 代理人已经抓住我的手 带我走到江南出面前 浑身散发着清冷感的女人 抬眸一笑 这位先生 有些面熟 江南出上下扫视着我 我顿时全身血液逆流 无意是摸着右手 不会的 她不会发现是我 虽然我们 同床共整了整整一年 她像猫一样 细细密密啃咬了我的脸和全身 但是 她却从来不知道 我长什么样子 甚至 我于她而言 早已是个死人 江总 这位 是我新签约的画家季星纯 代理人弯着腰 对着江南出轻轻碰杯 她挑了挑眉 目光幽深 像是要把什么东西吸进去一样 一如我们初次相见 两年前 我刚刚凑齐奶奶的住院费 却被告知 她在十分钟前已经抢救失败 撒手人寰 我抱着头缩在走廊上 恰巧看见护士 推着病床出来 他们感慨 这病人出了车祸 却找不到家属 年纪轻轻 只能放弃治疗 江南出 躺在病床上睁着双眼 全身上下裹满了纱布 只剩一只手 紧紧抓着床边的护栏 嘴里无意是呢喃着 不要 救我 我攥紧手里的银行卡 从小到大相依为命的亲人 再也用不到这些钱了 如今 同样一条生命需要她 这是不是奶奶在天上 怕我孤身一人 特地安排的 我赶忙起身 抓住护士的胳膊 我有钱 后来 我花光全部积蓄 救了江南出 还把她带回家 细细江阳 她经常像小猫一样 在我耳边哼哼 我一度产生 这样过下去 也挺好的错觉 小借 干嘛呢 代理人的声音 在耳边响起 我回过神来 赶忙跟着低头 和江南出轻轻碰杯 她的目光 在我右手上来回有离 自从右手三年前 因为意外受伤 这只手便再也不能作画 连日常生活也颇为费力 直到我掌心出汗 险些要拿不稳杯子 江南出才抿了抿唇 收回酒杯 然后转身同别人寒暄 她果然没有认出我 代理人拽了拽我的袖子 小声道 小季 傻了吗 我告诉你 江总是长得好看 但绝不是咱这种小人物 可以消想的 她和现在的未婚夫 是从小定下的娃娃亲 你今天要是感动江总 一根头发丝 明天我就得去海里捞你 摸布的吗 可是再没有人 比我更清楚她的身体 三年前为了离开她 我谎称 有投资商要给我办画展 前提是 给她当小白脸 江南出双眸通红 扶在我胸前 死死抱住我的腰身 求我不要离开 我心下一横 用力将她推开 只说 当初救她 不过是为了玩弄她 谁知她听后 不知从哪里 学的一口一个主人 把我按倒在床 代理人若是知道 估计当场 就能掏出来三根香 我叹了一口气 感谢当年 她未婚夫的不杀之恩 今天画展结束 我们也不会再见面了 想到此 我心里涌上一股 说不清道不明的噪音 突然 身后响起江南出的声音 星星 我惊得连忙回头 对上她的视线后 又迅速反应过来 难道 她认出我来了 一股冷意 顺着脊柱遍布全身 正当我思索 如何开口解释时 一只胖乎乎的小肉手 抓紧了我的裤脚 瞬间呼吸一致 是曾经邻居家的女孩 她这里有些障碍 父母经常不回家 我有空就会帮忙照顾她 女孩虽然不会说话 却已经能够发出 支支吾吾的声音 三年前我离开时 特地给她父母 留了一笔巨款 如今 她怎么被江南出养在身边 刚刚那声星星 是什么意思 是在叫我 还是叫女孩 她认出我来了 想把我抛尸喂鱼 我无端打了一个寒颤 正当我僵着身子的时候 江南出蹲在身子 张开手对着女孩柔声道 星星 过来 原来江南出给女孩改了名字 可女孩似乎好久没见过 扒着我的裤腿 说什么也不肯放 还生生红了眼眶 江南出笑笑 看来星星很喜欢季先生呢 我一口气提在嗓子眼 生怕被星星认出来 掉了马甲 只能干嘛八道 小孩子见到大人 就喜欢亲热 很正常 又装作嫌弃的抬腿躲开 气氛一瞬间冷了下来 江南出抱住星星 冷声冷气道 季先生平时不养些小东西吗 不喜欢 为什么 因为 我没有能力去负担他们的一生 我抿了抿唇 我曾经以为可以救回奶奶 可以帮助星星 甚至可以和江南出在一起 结果 最后只有我一个人 一直都只有我一个人 我随即转身 头也不回地离开 下一秒 星星在江南出的怀里 嚎哭了出来 哥 哥 嗯 星星自据不清地 试图叫住我 可我只能继续背对着他们离开 如果江南出愿意带他 那我还有什么 可留恋的 突然 身后传来画框掉地的声音 我急忙转身 江南出正抱着星星摔倒在地 一旁的画框 就掉落在他们身边 江南出的脚腕 瞬间红肿 我顾不得许多 冲过去把他抱进怀里检查 有没有伤到其他地方 他双眼湿红 抬眼看着我 我有一瞬间的恍惚 好似三年前 他蜷缩在我怀里 声音颤抖地说 自己做了噩梦 南出 你怎么了 一道温润的声音 在头顶响起 抬眼 依旧是曾经那副面孔 来人正是江南出的未婚夫 周英怀 江南出身上的香水味 弥漫四周 是陌生的味道 就如同我和他一样 本该是云泥之别 正如当时周英怀捂着鼻子 第一次走进我的小破屋 正亮的皮鞋下 是怎么也打扫不干净的脏屋地板 一骨子没胃 南出怎么受得了 就你这副穷酸样 还怎么保护他 怕是 还得他保护你 那时我已经伤了右手 如果是以前 我定要仰着脖子 与他争上一争 可周英怀的每句话 讲的都是事实 我只能缩着脑袋 任由他当时同我谈条件 不过 三年过去了 一切都结束了 我不需要再次对他低头 我扶江南出起身 松开手 与周英怀对视 他瞳孔有一瞬间的地震 但下一秒 却继续挂着虚伪的笑容 谢谢这位先生帮我们 我们 他在明晃晃地宣示 对江南出的主权 不过 我赌他不敢声张 曾经认识 周英怀把江南出揽进怀里 目光浅浅道 我和南出马上就要结婚了 他可不能有事 江南出直勾勾地盯着我 似乎要穿透我的灵魂 片刻的僵持 我也笑道 恭喜季总 百年好喝 谁知江南出眼底 历史像有浓雾 在翻滚 嘴中一字一顿地重复道 百年好喝 我顿时一个战力 只能不管不顾地强装镇定 仓皇逃走 江南出却突然叫出我 从身后秘书手里 接过一个红色请柬 季先生 下周我们的婚礼 你一定要参加 他的语气 不似邀请 反而带着浓浓的威胁 为什么 现在的我 不过就是和他 只有一面之缘的陌生人 难道他发现了什么 但是 看他和周英怀 亲密地依偎在一起的样子 我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我笑着接过请柬 一周后话展结束 我怕是早已离开海城 周英怀亲吻着江南出的发顶 眼睛却是直直地看着我 对啊 季先生 一定要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以前那些小事 也算过去了 我点了点头 把请柬随手扔进垃圾箱 以前的事情 对于江南出来说 应该是最不愿意提及的痛苦过往 那就让一切过去吧 我以为话展结束 自此以后 就和江南出再无交集 谁知第二天一早 代理人就打来电话 说 投资人要办庆功宴 我下意识拒绝 毕竟话展上 险些被江南出抱马甲的事情 始终让我头皮发麻 代理人却在电话 另一头扯着嗓门 江总点名要你来 他说 你要不去 尾款就一分别想见 庆功宴上代理人拉着我 一路上对着投资人点头哈腰 最后 把我领到江南出面前 他主动伸手致意 小心 好久不见 我顿时心跳加速 难道他发现了什么 想要试探我吗 我刻意保持镇定 伸手回握 江总 我姓季 您叫我小季就好 当年 我从未告诉过他 我的真实姓名 只说和奶奶一样 我叫小心 所以这么多年 他根本查不到我的行踪 代理人见我如此耿直 气得直手我衣袖 小心好 小心好 多亲切啊 江南出盯着我 漫不经心道 小心是我一位故人的名字 也是位画家 可惜几年前死了 现在看到这位 不由得有些伤感 代理人默不作声地擦汗陪笑 没想到他突然这么不着调 我一边忙打着哈哈 一边准备找个角落坐下 江南出却大手一挥 让我们坐在他旁边 不等我拒绝 代理人已经把我牢牢按在座位上 好吧 埋头吃饭 下一秒 却看见饭桌上全是海鲜 我嘴角不由地抽动 要知道参加这次画展 还有生命危险 是绝对不会回来的 我对海鲜过敏 是猴头水肿死人的那种 这一点江南出再清楚不过 我拿着筷子迟迟不动 小心 季先生 不吃吗 江南出意味深长地发问 我咬咬牙 如果此时拒绝 那他定会更加怀疑 从吃下到过敏 还有一段时间 随便找个理由离开再去医院 应该就没事吧 我拿起筷子 夹起一片最小的三文鱼 眼睛一闭就要塞进嘴里 手腕却突然被人握住 是江南出 他眼中满是怒意 活像是抓尖现场 仿佛下一秒就要把我吃了 我咽咽口水 心虚地不敢抬头同他对视 他朝身后招招手 服务员端着八菜一汤鱼罐而入 站在我身后齐声道 季先生 请用餐 便是代理人 也被这阵势吓到了 低头小声问我 厉害啊 小剑 你是不是背着我 做江总的小白脸了 看看江总这鬼迷日演的样子 嘖嘖嘖 不过你可得小心 别被他未婚夫发现了 还得去海里捞你 看着面前的八菜一汤 我握紧了筷子 曾经在那个小破屋里 我说过 等有钱了就带他来这家酒店潇洒 俩人也要豪横地点 八菜一汤 三年前 给江南出 办理完出院手续 我把剩下的钱塞进他手里 就准备离开 可他扯住我的衣角 睁着一双灰蒙蒙的眼睛 在医院门口屋夜道 小星 你不要我了吗 我扶着他的肩膀 你该回自己家了 江南出摇摇头 他眼睛虽然看不见 却像是有一种魔力 让人沉溺其中 只有你了 别抛弃我 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江南出脸颊上伤痕未愈 此时泪光盈盈地住着我不放 周围人来人往 对我指指点点 活像一场抛弃狗血剧 我最后只能咬咬牙 一路牵着他 回了我的小破屋 医生说 治疗江南出的眼睛需要大量昂贵的进口药 于是我一天打三份工 直到深夜才能到家 可无论多晚 他都会等我 桌上 是他亲手做的晚饭 小星 是我拖累你了 等我好起来 不会再让你这么辛苦 只要你想要的 哪怕是天上的月亮 我都会给你拿来 相信我 小星 看着他满是水泡的双手 我自然是感动得一塌糊涂 可后来我才知道 江南出并不是因为眼盲做饭受伤 而是他自小从未做过饭 那时的我 只会心疼地把他抱在怀里 小心地给他伤口伤药 一边吹气 一边开玩笑 没有的是 有没有你我都要去打工 等我攒够钱 就带你去隔壁海市最豪华的酒店 咱俩人也点个八菜一趟 吃得服腔出 以后啊 把你治好 咱就换套大房子 每天你就喝喝茶 茶茶花 也好好享受享受 要是你喜欢孩子 咱们就生个 不喜欢的话 养个毛孩子也行 听着我碎碎念 江南出却是一言不发 只夸坐在我大腿上 把手指插进我的头发 细细密密地吻变我的脸颊 直到他把我推倒在床 仔细想想 那时江南出没有回应 不是羞涩 而只是不屑吧 对他而言 从初生起 就是俯瞰着整个海市的大小姐 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泥浪中的蝼蚁 他不关心 也不想知道我的未来 我和这间小破屋一样 不过是他曾经难以启齿的过往 突然 有人走进包间 把我从回忆中带回 是周英怀 他一袭白色西装 含笑走到江南出另一侧坐下 不愧是未婚夫妻 两人气场莫名其妙的一致 自然将其他人隔绝开来 周英怀伸手包了一只虾 放进江南出餐盘 南出 怎么还亲自来庆功宴了 是知道我在隔壁吗 周围人立马开始起哄 我虽然埋头吃饭 却不自觉地飘向一旁的江南出 他没有面露不满 甚至还有些满意的条条眉 我心下墨地一酸 原来江南出今天来这里 只是因为 他的未婚夫 恰好也在隔壁包间 不是 江南出的声音响起 顺便把餐盘里的虾放进嘴里 我深吸一口气 这里实在太闷了 不想看俩人黏黏呼呼 也不想听大家 恭维他们 是天作之和 最后说了句抱歉 连外套都没有拿 就冲出包间 我在门口等车 夜晚的凉风吹得我差是清醒 身后却传来熟悉的声音 江南出 你就这么舍不得他 他们只是声音一样 他已经死了 何况走之前 他还狠狠敲了我一笔钱 就这么个 人渣你还忘不了他 许是江南出发现 我外套没拿 而周英怀 也一起跟了出来 可周英怀说的 也只对了一半 我的确是个人渣 当时周英怀再次找到我 让我离开江南出 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甚至毫无廉耻地 伸手就朝他要了一百万 但是 要说江南出忘不了我 这也绝对不可能 那天 我买完药 恰巧提前回家 却看见原本双目失明的女人 一脸温柔地捧着对面男人的脸 女人双眼清澈 目光似水 哪还有一点盲人的样子 她甚至 把头埋在男人胸前 闷闷地说 想要快点离开这里 我攥紧手里的药 心口脚痛 原来一直以来 眼瞎的只是我罢了 所以后来 周英怀一口咬定 她和江南出早有婚约 甚至把二人的床照 扔到我面前时 我依旧可以面不改色地 和她谈起条件 我顺利拿走一百万 她则要求我 假死销户 多么划算的买卖啊 没有哪个打工人 可以一年之内 怒挣一百万 当天晚上 回到租住的酒店 我便开始迅速收拾行李 想早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代理人的电话在此时响起 小季啊 你还记得江总画展上 带的小女孩吗 今天她来庆宫宴走丢了 大家都急疯了 你走得早 有没有看见她 看见的话 赶紧和我说 星星走丢了 庆宫宴人多眼杂 星星估计连路都不认得 走丢实在是太有可能了 以前我怕她找不到家 一遍遍告诉她回家的路 说无论发生什么 我都会在家等她 而今天的酒店 恰巧在小破屋隔壁 星星会不会去那里了 我顾不得细想 急匆匆就往小破屋赶 果然 门是打开的 我推门进去 一个成年人身影 正坐在沙发上 下一秒 背后的门突然关上 屋内的灯同时被打开 小心 今天回来得好晚啊 我呼吸一致 是江南初 她坐在沙发上 身上还披着 我刚刚落在酒店的外套 我试图垂死挣扎 江总 星星不在这里 您是不是走错了 江南初目光死死定在我身上 星星害怕陌生人 画展上却主动和你亲近 舍不得离开你 画框砸下来 你想都不想 就把我抱进怀里 整个海城都找不到第二个人 敢这么做 知道自己海鲜过敏 却还要当着我的面动款 还有 你的右手 受过伤 小心 我当时只是瞎了 不是傻了 你的声音 你的身体 我比你自己更熟悉 怎么会认不出你 原来 从我们第一次见面 我的马甲已经掉得彻彻底底 那我还有什么隐瞒的必要呢 所以呢 认出我又如何 如今高高在上的海城女首富 还需要我这个小蝼蚁 做些什么呢 你睡完我就想跑 江南初双眼通红 浑身力气地 一步步朝我逼近 高跟鞋踩在地板上的 声音清脆又陌生 我闭上眼 如果此时她 给我一巴掌 我的确无话可说 毕竟 是我没有 对她负责到底 下一秒 冰凉又柔软的嘴唇 贴到我喉结上 睁眼 江南初的唇已经离开 双手却慢慢 抚摸着我的眼睛 又缓缓划过鼻子 脸颊 嘴唇 终于可以好好看看你了 和我想象中的一样 小星 你知道吗 三年前我就想看看你的样子 可惜 可惜 这张脸 是我见过最帅气的脸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她像是在欣赏艺术品 满目满眼 装的都是我 我心脏狂跳 三年前我曾设想了无数次 她恢复视力的样子 可如今 还是太晚了 我避开她附在 我脸上的双手 沉声道 江总 有意思吗 江南初双手一顿 如今 您金钱 权力 美男都有了 是又觉得无聊寂寞了吗 又想要找我玩这些下等人的游戏了吗 好啊 没问题啊 给我钱 陪您玩多久 都可以 温和海城的江总 有段路水情缘 不知道多少人排队等着呢 我一口气说完 完全不考虑这些话的后果 江南初眼中 仿佛在酝酿一场暴风雨 她睁大双眼道 所以 你当初离开我 就只是为了钱 如今愿意回来 也是为了钱 你 你难道对我没有一点感情 没有 我 嗯 不等我说完 她却已经点脚堵住我的嘴 狠狠啃咬 像是在发泄怒火 她微凉的手掌 在我身上游动 慢慢解开我 衬衣扭扣 又逐渐往下 今天不知为何 无论我怎么刺激 她都无动于衷 既然这样 那我只能硬着头皮继续 于是 在她嘴唇离开的瞬间 我呼喊道 来啊 一晚上十万 我也不亏 先赴后右 江南出终于被我逼急了 眼中怒火灼烧 随手弹了个响指 一群黑衣保镖 冲进屋里 我被蒙眼架走 再次睁眼 我已经被放在江南出别墅的大床上 她胸前裹着一件睡袍 正一瞬 不顺地睁眼看我 想到自己被强制带到这里 身下躺的 可能还是她和周英怀的新床 我就气不打一出来 把我带到这里 是想让我看看 如今的江总过得有多么奢迷吗 而我当初 又有多么落魄吗 江南出神情有一瞬间的落寞 但很快转身 从床头柜的抽屉里 伸手掏出一个白瓷盒 她慢慢拧开 浓烈的药味 顿时充满整个房间 我找医生配的药膏 说不定对你右手有效 说着 用手挑起一块乌黑药膏 慢慢揉搓在我的右掌 我鼻头一酸 却也瞬间恢复如初 当初周英怀第一次来找我时 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她 因为我相信江南出 更相信自己还可以保护她 直到某天夜里 一群人闯进小破屋 把刀刃抵在她的腰上 我怕急了 用右手生生握住了刀刃 却被割断了手掌神经 再也不能作画 当时的我可以轰轰烈烈 像飞蛾扑火般守护着她 但离开她的这三年 我早已学会用左手作画 所以这药药膏 于我而言 也不是那么重要了 我缩回右手 一脸平静地笑道 江总半夜绑一个男人回家 还放在日后的婚床上 不知道您未婚夫知道了 会怎么想 江南出无声看着我 半晌后却笑了出来 小心是在吃醋吗 你放心 这个床 这个房间 都只有你来过 没想到她如此油烟不尽 我愤恨道 你们有钱人玩得果然很花 婚礼都要办了 妻子却还和别的男人 厮扯不清 下一秒 她突然搂住我的腰身 把脸贴在我的胸膛上 温热的体温 让我心跳不已 从来没有别的男人 我只想和你结婚 不可能 我强忍着心中异痒 把她从怀里推开 三年前 那个住在小破屋的小星 已经死了 现在你面前的 是仅仅见过两面的机星唇 为什么 江南出眼尾泛红 你明明已经恢复记忆了 却还在骗我 我忍不住吸了吸鼻子 你知道那些药 你知道我的手 算了 我和你这种大小姐 本来就应该形同陌路 难道不能看在我曾经 帮过你的份上 放过我吗 我原本试图平静地说完 可最后还是忍不住 声音都不自觉地在颤抖 江南出始终低着头 刚刚还裹挟着滔天的怒意 如今却和双打的茄子一眼 搭了个脑袋 片刻后 她抬起头 努力吸了吸鼻子 露出一个笔哭还难看的笑容 活像一只受伤的幼猫 三年前 她就是靠着这副可怜样 骗了我一次又一次 如今 我铁了心肠 扭过头不愿看她 又过了许久 她像是终于鼓足了勇气般 附上我的右手 婚礼 你还会来吗 不会 如果你来 我可以答应放你走 江南出声音里 是毫不掩饰的哀求 我犹豫了 星星 星星你也可以带走 还会给你一笔钱 她暗暗用力握紧我的右手 我终于点了点头 同意了 如果和江南出在一起的时间 像是一场梦 那星星 就是我最后的执念 你一定要来 求你 当天夜里 我被迫住进了江南出的别墅 她声称 如果放我回去 那我肯定会失约 不去参加她的婚礼 我实在搞不清楚 这位大小姐 究竟在想什么 一边马上要和周英怀结婚 一边又强迫我和她 住在一起 这就是有钱人的 play吗 不过既然想不通 我也懒得去想 第二天一早 我下楼去吃早饭 却看见周英怀双手抱胸 已在门口 面色不善 季先生 真是小看你了 难道以为稍微动点小心思 让南出认出你 就可以和她再续前缘了吗 你做梦 我轻笑一声 从江南出的话语里 我猜周英怀不敢告诉她 我们的约定 估计周英怀 还顺便添油加醋 我不但在外面做起投资商的小白脸 还贪心不足 伸手要了一百万 想都没想 便抛弃了江南出 当然 周英怀也并没有说错什么 他不过顺水推周罢了 毕竟我和江南出 连基本的信任都没有 可我已经不是三年前的小星了 那时江南出是我的软肋 事到如今 我已经没有什么好顾忌的了 周先生 我想你是糊涂了 现在是江总纠缠我 不是我在纠缠江总 希望你能管好自己的未婚妻 你 说到底 周英怀绅士 学历都不错 为何非表现的和深归怨妇一样 多发展自己 难道不好吗 他像是被我气急了 但碍于 还在江南出家里 最后只能放下几句狠话 无论你今天说什么 下周江南出都只能是我的新娘 我随意地拍拍他的肩膀 从他身旁走过 也是一个可怜人 剩下的几天 江南出偶尔会把星星带过来 我有时会开始恍惚 这一切和三年前仿佛没有变化 但别墅里偶尔走过的庸人 又在时时刻刻提醒我 我不配 婚礼一天天临近 本该为彻底离开江南出高兴的我 心中竟有着浓浓的不舍 直到婚礼那天 我被保镖们嫁进休息室 工作人员给我套上一身白色西装 然后就被嫁到婚礼现场 背景板上是硕大的婚礼主角姓名 新郎 季星纯 新娘 江南出 中间甚至还有一个夸张的满钻爱心 周围宾客无不震惊 而周英怀正在休息室外 无能狂怒 我赶忙从工作人员手里 拿过一封婚礼请柬 打开却发现 上面只写着爱吕邀请各位鱼 原来是被江南出摆了一刀 他好像真的 只想和我结婚 我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 心脏砰砰直跳 直到江南出穿着一袭婚纱走过来 一边缓缓握住我的右手 一边目光浅浅地看向我 小心 当初我不是有意欺骗你的 江市集团震荡 我不想你再为了我受伤 儿时的婚约 不过是父母之言 我已经和两家长辈说明了一切 自始至终 我都只有你一个人 也只想和你一个人结婚 至于和周先生 我们曾经是合作关系 今后如果你不愿意 所有的合作都会停止 我和你之间 不会再有隐瞒和猜忌 说吧 江南出眼尾通红 拿出一枚戒指 我愿意做季心纯的妻子 一辈子爱她敬她 你愿意吗 不愿意 江南出没有为难我 只是让保镖 把我送回了别墅 我无聊躺在床上刷手机 却看见我和江南出的词条 已经上了热搜 警号江南出季心纯 警号江市集团总裁大胆示爱 警号季心纯警理体制 一时间 我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画家 变成全网膜拜的心境警理 词条下面 是网友易窝蜂的评论 信转文照进现实 男主捡到失忆的霸道女总裁 出钱又出身体 最后成为豪门坠绪 走上人生巅峰 要我说 这就是一段不平等的关系 总裁骗财又骗人 最后几句话 就可以抚平一切吗 就是渣 有钱人 那有什么真爱 季心纯随便捡个人 就是海市首富 这运气堪比财神爷啊 我已经把平保换成他了 接下来的事情 像是小说界最离谱的剧情 我的话突然被吵得火热 一时间竟成为书画界的后起之秀 不过短短半年 就已经连开五场画展 当然 收集我作品最多的 当属江南初 我几乎三分之二的作品 都被他赤重金买回 甚至高调地挂在各种场合 包括但不限于江市集团总部 各处房产 江市合作商大楼 甚至海市最大商场的外力广告牌上 挂的都是我作品的扫描件 而这些 不过是江南初求婚失败后 开始追我的一些基本操作 除此之外 还有其他让我没脸继续生活在海市的小手段 我但凡表现出对某家餐厅的喜爱 那么第二天 这家餐厅就会被江市集团买下 并且 只要我再次踏入餐厅 服务员就会整齐滑衣地站在门口齐声问道 季先生 今天您愿意娶江小姐吗 如果我连续购买某品牌的衣服三次以上 那么这个品牌不出意外的都会和江市合作出联名款 灵感来源 毫无意外的都是江小姐今天嫁给季先生了吗 至于我生日那天 江南初甚至在海市江边连放一小时的烟花 烟花最后拼成一段话 江小姐爱季先生 甚至社交平台上都有了我和江南初的超话 每天打卡任务 就是江小姐今天求婚成功了吗 她再也没有提过放我离开的事情 而我只是默默数着自己银行卡预额后的零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江南初 可能是当初发生的事情让我心怀芥蒂 也可能是如今我和她千差万别的身份 直到有一天 我们吃完晚饭在江边散步 保镖们时续地没有跟上来 突然 路边窜出来一名黑衣男子 握着匕首抵在我腰上 在我试图夺下匕首的下一秒 江南初已经冲过来将我使劲推开 随后 是刀刃刺入皮肉的裂薄声 保镖们 纹生很快赶来制服黑衣男子 可江南初的衣服几乎被鲜血染红 双目涣散 我一只手扶住她歪斜的身子 一只手试图按住伤口 安慰她 却更像是在安慰自己 别怕 没事 救护车马上就到了 她努力睁开双眼 苍白的嘴唇一张一合 这次 换我 保护你 最后 我不知道是怎么跟着救护车来的医院 江南初被推进手术室之前 还指挥着医生们 一定要给我上下仔细检查 结果就是 只擦破了点皮 而她 却在手术室里 待了整整六个小时 保镖们动作很快 黑衣男子是周英怀派来的 想杀人灭口 抢回江南初 医生们则口径一致地说 江南初受伤严重 匕首差一点就把肾筒个对穿 所以必须静养休息 身边最好有人24小时照顾 毕竟她是为我受的伤 我被保镖们按住 当天夜里 她一直软绵绵地喊着我的名字 小心啊 我想喝粥 你亲手做的那种 不然我肾长不好 小心啊 我被养 你能帮我挠挠吗 不然我睡不好 小心 一句句听得我额头青筋直跳 只想扑过去 捂住她的嘴 我累了 你回去吧 记得把床头柜里的药膏抹上 很贵的 突然 她闷闷说了一句 随后就把头塞进被子里 一声不吭 听吧 我历时泻了气 心中五味杂陈 只低头说了句话 便转身离开病房 不知怎的 竟一个人回到了小破屋 没有钥匙 最终只能在门口坐了一整晚 直到邻居大妈沉练发现了我 哟 小青回来了 怎么一个人在门口坐着 没和你媳妇一起回来 嗯 我疑惑地抬头看她 我什么时候娶了媳妇 小两头吵架了吧 不是老婆子我嘴碎 你可多让这点人家 这几年 哪个邻居不知道你那媳妇好得很 你平时工作忙 她就经常自己来打扫这屋子 连星星都给接过去了 过年过节 还总替你来看看大家 小区门口那保安 就是人家专门雇的 说是咱小区治安不行 有好几次 她一个人窝在屋里 哭得那个震天响 老婆子我也不敢进去 你老婆人漂亮 心严好 一心一意对你 家里还有钱 你有啥不满足的 能有啥说不清楚的矛盾 听着大妈的话 我试图张嘴反驳 最后却不知道说些什么 对啊 有什么矛盾 是两个人说不清楚的呢 我站起身 看了看被家里 擦得正亮的窗户 婶 知道了 这就回家 回到病房 江南初正坐在病床上吃油条 看见我的一瞬间 立马躺回床上 呲牙咧嘴的 嚷着伤口疼 脑袋晕 秘书扭头瞅了瞅我 怨念的把剩下的早餐 塞进我手里 季先生可算回来了 江总闹了一晚上 江南初大喊一声没有 却在对上我眼神的下一秒 缩了缩脖子 我走近坐到病床边 他手指心虚搅着被子 低头小声怯懦道 你昨晚没换衣服吗 原来是在变相打听 我去了哪里 可他在我身边 安排了那么多黑衣保镖 又怎么会不知道 于是我笑着反问 你的秘书没有告诉你 文言 他搭拉着脑袋 把自己缩成一团 活像一只小猫咪 和三年前一模一样 我回了家 我一边说 一边观察他的表情 这三年谢谢你 他把整个脑袋塞进被子 估计是以为 我在给他发好人卡 彻底不说话 我把他从被子里揪出来 调笑道 三年前 我没有真的认识你 现在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吗 江南初的眼睛瞬间有了光亮 像幼儿园小朋友般轻轻嗓子 我叫江南初 海市人 独生女 身高168.45厘米 早晨体重45.78公斤 身份证号是301XXX 现任江市集团董事长 掌握八门外语 爱好是季心纯 其余时间喜欢看电影 做瑜伽 身价上亿 海市内价值千万以上的不动产 有27处 银行卡在卧室衣帽间 第一个衣柜左侧 第三个抽屉的保险箱 秘密是你的声 我连忙扑过去 捂住他的嘴 顺手在他脑门上 谈了一个暴力 这些话 就不能回家说吗 而江南出捂着脑门 目光灼灼地看向我 你知道 我想听别的 在江南出的叙述里 我终于拼凑出完整的真相 三年前 江南出父亲突发疾病昏迷 其他亲戚试图一口吃下 整个僵尸集团 于是大波安排车祸 撞向僵尸集团唯一的继承人 可监视江南出的人不想加班 看着他被医院放弃治疗 便回去交差了 他出院时记忆有损 说找不到家人 也并非完全在骗我 但是和我回去后没多久 就恢复了记忆 但怕我因为他的身份有所顾及 便一直假装失忆 当然 更多的是 怕我被卷入家族夺权 毕竟当时那浩浩荡荡的集团震荡 几乎在各大媒体上 持续占据头条 也就我这种 打工人没时间关心豪门八卦 在我家养伤的日子里 他一直偷偷联系心腹 躲藏在暗处 和大波等人斗智斗勇 大波派人来暗杀我 没想到却让你受伤 所以我只能求周英怀出面 让你吃醋离开 结果你没有一丝犹豫 不但谎称 自己要做投资商的小白脸 甚至还和他合谋假死销户 害得我光是找你 就花了好多功夫 后来我才知道 他在那之前已经找过你一次 我想和你说明真相 可将是那群老狗我还没收拾完 只能等啊等 前一阵才敢放出鱼儿 让你乖乖上钩 我知道我错了 小心 我看着他委屈巴巴的眼神 冷哼一声 那你和周英怀的床照 是怎么回事 现在说是未婚夫 又是怎么回事 怕你舍不得我 故意屁的 周英怀一直想搭上僵尸 我和他只是合作关系 是他动了不该有的心思 早知道我就不求他骗你了 我点点头 三年前的一切 原来竟是麦琪的礼物 我自以为是得为他好 主动选择离开 而他也怕我受到伤害 故意赶我走 可实际上 我们想要的 都只有对方罢了 最后白白错过这三年 甚至差一点因为误会 要报汗终身 我突然笑出声 今早邻居大婶说 我有媳妇了 江总认识吗 江南出眨眨眼睛 既然江总不知道 那我先走了 手腕被紧紧握住 下一秒 嘴唇被对方咬住 嘴唇被对方咬住